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学们呢也可以重新学习到一个新的唱歌当中的技巧点 每声歌曲跟流行歌曲的区别在哪呢 我们可以通过声音来辨别 流行歌曲演唱这个我和我的祖国 我和我的祖国 一刻也不能分割 不论我走到哪里 都留出一首参歌 我歌唱每一座高厦 我歌唱每一条河 小小村庄 寥寥炊烟 路向你和我 每声歌曲呢 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转音放在里面 声音是一个位置点 如果你们想唱出这样的一种感觉的话呢 就把口腔打开 我和我的祖国 一刻也不能分割 你看声音很明显就出现了一个区别了 流行歌曲 我和我的 在前面 我和我的祖国 一刻也不能分割 我和我的祖国 一刻也不能分割 无论我走到哪里 都留出一首参歌 好 声音味是很通透的 来我们来听一下 我和我的祖国这首歌曲 给大家每声唱法什么样的感觉 我和我的祖国 我和我的祖国 一刻也不能分割 无论我走到哪里 都留出一首参歌 我歌唱每一座高山 我歌唱每一条河 鸟鸟吹烟 小小村落 路上一道车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先要做第一个步骤 那就是打开口腔 老师我的口腔不容易打开 我要借助钢琴了 做打哈欠 走音阶练习 我和我的祖国 一刻也不能分割 全部都是以打哈欠为主 就找这样的一个感觉 然后我们的声要往上推高 为什么呢 每声唱法的歌曲和民族唱法的歌曲 音调是比较高的 它不等同像流行歌曲 主歌一开始音调都很低 它一来音调是比较高 我和我的祖国 一刻也不能分割 你看 所以说我们的音调必须往上走 要去练习我们的声音 往上接着来 我们走到C5这个琴键 可以拿出完美钢琴去看看 C5这个琴键 这个时候我们的口腔 其实是打开的 我和我的祖国 一刻也不能分割 这样的话 我们的声音是不是立体了呢 其实呢 想把民族美声歌曲唱好的前提下呢 有要求 音调的要求 你的嗓子如果没有现在这个条件 没有在钢琴上面去做过扩宽练习的话 你的声音就唱不上去 就好像什么呢 一个10岁的小朋友 他能够给你扛 扛得动多少精重的东西呢 所以说你从10精重台到20精重 你从这个音往上要唱到这个音 再往上唱到那个音 它是不是都是一个练习过程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得到练习 让我们的声带有能力之后的话 才能够去演唱出这样的歌曲 所以说在演唱的时候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到了 打开口腔 帮助我们找到高位置的一个点 多做打哈欠 对你唱歌的话 一定是有帮助的 还有什么唱歌问题呢 可以在评论下方留言出来 后期当中 也许要是给大家出相关教程 记得点赞和关注我 下期再见 拜拜